那韜哥想要今天請教就是說 現在鄭文燦準備要告這個黃國昌 還說他說他過去的這個土地規劃 他如果要炒的話 早就早就會去照炒了 可是他現在又說這樣 他現在又說他怎麼會做反方向這個決定 但因為過去您好像也有踢爆說 他跟這個郭哲敏的這個關係嘛 那不過過去好像也有被告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 我們看到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過去跟八八會館郭哲敏的關係是千絲萬縷 不只是在整個八八會館爆發之後 發現鄭文燦竟然自己也到了這個私人招待所裡面 而這個鄭文燦到這個八八會館之後呢 恰巧在一年之後 郭哲敏集團包括夥童另外兩位 其中一位也是鄭文燦的好媽姬 竟然就在八德草農地 用了一個非常低的價格 買進這個八德的農地 請問誰會無緣無故到這個八德 買了一大片農地 一定是覺得未來會有發展性 所以那時候我們進一步的追查 發現這個捷運的站址 G101站在原站址的狀況之下 鄭文燦在某一次的會議 指示要把這個G101站往左移 移到往消理方向的生活圈 而恰好往左移就更靠近了 這個郭哲敏詐騙集團買了這塊八德的農地 結果未來這個站址 如果依照鄭文燦的指示 設在新的站點 那麼半徑500公尺 完全就涵蓋著郭哲敏的這塊農地 簡直是 所以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中 我們很希望的是鄭文燦 不要透過司法的這一種手段來轉移焦點 應該好好的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黃國昌 這個這個這個跟進啦 跟進這個議題 基本上呢 從去年到今年 鄭文燦都還沒有針對這個議題講清楚 今天他去告黃國昌 去年他去告我 我們都完全不會害怕 這個放馬過來 如果有更多的 你可以澄清 然後這個 可以證明你跟這個郭哲敏集團 毫不相干的 請你提出證據來 否則我們這一連串的經驗 都是有憑有據的 有藍營的幕僚說 推李嘉芬當郭董 副首會不利於藍營的整合等候 讓韓國昌當罪人 然後你有說 傳出這個消息 是不是要讓韓國正式表態不挺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說法 可能背後有陰謀論 我覺得呢 現在感覺這個說法 有一點消費韓市長 跟這個李嘉芬 因為我也是這個雲林的子弟 那大家都現在都齊一的腳步 要來支持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所以現在傳出去當還沒有宣布要參選總統的 這一位參選人的副首 那是非常離奇的事情 那在過程中看到了這個消費的手段 我覺得不應該有這樣子的說法 韓國那現在就是 有給國民黨小集20萬去掛刊吧 然後你作文其實一開始就已經掛上去了嘛 那現在就被攻擊說 好像是砸錢來救選情 我覺得呢 在整個選戰的經費 當然20萬 他的戰的比例應該是算不高啦 在整體的經費 那他表達一個心意嘛 就是說在上架的費用 跟這個租借看板的費用 多少來做補貼 那我相信就算 侯伴今天沒有補助這20萬 這些大型的看板 跟侯市長一起的這個團結的氣勢 都會陸續來上架 那過去還沒有上架的原因是 本來就還沒有接近到整個熱戰的情形 那個每個月都要有一些租借看板的費用 我們覺得就是說 應該是資源節省使用 到了熱戰的時候才會陸續來上架 那我這個第一個來在桃園 這個我們南門市長來上架 就是要來鼓勵所有的參選人還有所有的明代 這是時候表達我們團結力挺侯友宜市長的時候 而我認為這個看板就等於一個競選的戰棋 越來越多的戰棋 越來越多的支持 我覺得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侯市長的民調是越來越好 那你再同一提問 因為民進黨現在樂見郭董來參選 是不是要趁郭董看清楚 可能有一些反串的聲音比較輕舉妄動 我覺得在過程中 現在我們上直播或是廣播下面的留言 幾乎有一半都是來洗版的 都是很多的反串的聲音 我覺得現在的局勢非常清楚 就是全黨一定堅定支持 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市長 那麼如果這個郭董事長 他現在還沒有宣布參選 現在跟大家的互動 我覺得都某種程度保持一個友好的態度 可是如果接下來參選 我相信國民黨的黨紀也會越來越清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cosa好 killer 小抽